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当你发现了一个不错的房子 周末去看Open Home 不过发现拍卖就在两周之后了 可是你还有好多功课没有做呢 验房查房子文件 确认贷款等等 如果仓促参加拍卖 买到房子后 发现有很多问题 会不会追悔墨迹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降低这种仓促的感觉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要明确一个大背景 就是卖房 就是要给买家两种感觉 一个是房子很抢手 买家很多 竞争很激烈 第二个就是一种紧迫感 动手慢了 房子就没了 你不买 别人买 从销售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就是要尽量创造以上这两种氛围 很多时候买家嘴上说不着急 但是没有真的遇到特别喜欢的房子 真的是看中了的房子 哪里都特别满意 位置装修 环境 学区 哪哪都好 价格又很合理 这种情况下 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房子 那回到主题 买家要想解决仓促这个问题 第一件最基本的事情 就是要了解 房子在新兴栏的销售流程 和时间安排是怎样 也就是说 你需要知道 一个房子从上市到拍卖 是怎样一波操作 如果你对这个流程不了解 就很容易迷失在这个流程中 容易产生一种意外的感觉 从而不得不仓促决定 增加犯错的几率 这就好比你小时候参加考试 本来是45分钟收卷子 你以为考试是60分钟 那最后几分钟 很多题没做完的时候 就只能靠懵了 一个房子从被登录到房产网站上 到房子拍卖 通常是要经过三个open home 开放日 即便在非常火热的市场 三个open home也是必要的 因为这样才有足够多的时间 给一个房子充分的曝光率 吸引足够多的买家的注意 从而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买家竞争 如果只做两个open home 是给买家两次公开看房的机会 因为很多人要上班 别说买家觉得时间不够 即便是房东 八成也不会同意 感觉两个open home 人还没有来够 但是如果做四个open home 很多买家又会觉得时间太长 毕竟很多人已经是 溅在弦上不得不发 而且太长的时间 会让买家失去紧迫感 90%的房子 都是在房产经纪公司的 拍卖场上来进行拍卖的 时间通常是安排在 周三至周五的某一天 有的时候也会被安排在 在说的房子里 这种情况需要房子 具备一定的条件 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所以一个房子从上市 到拍卖的时间线 基本是这样的 第一周的某一天上市 做第一个open home 一般是人最多的 然后接下来的两周 分别做两次open home 之后的第四周的某一天 就是上面提到的 周三至周五的某一天进行拍卖 如果你不是在第一时间 发现了这个房子上市 错过了第一个open home 只是在第二个open home 看见了房子 觉得还不错 感兴趣 那你只有一周多的时间 去调查研究一个房子 很显然你的时间是很紧张的 总结来说 给买家调完一个房子的 总体时间就不是很多 前后加起来就是三周时间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流程 做到心里有数 对时间有个概念先 我建议你呢 就是如果你发现 一个房子觉得还不错 最好就是主动联系经纪人 看他能不能尽早 给你预约看房 而不是一定要等到 周末的open home 造成买家感觉时间紧张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要对房子考察的事项比较多 总结起来主要是四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了解房子本身的环境位置 街道社区 户型装修等等 第二就是检查房子的产权信息 和地块上的信息 第三呢就是检查房屋的内外建筑结构 和装修质量 第四呢就是准备资金 必定买房子是个大事 所以应该还是尽量做到面面居道 那关于这四个部分 以下是我的一些想法和你分享 仅供参考 第一呢就是当你在网上搜索 发现一个房子看上去 比较符合你的潜在标准的时候 你可以先利用谷歌地图 在网上看一下房子的位置 然后利用街景图 看看房子周围的情况 很多老区的房子 你通过看地图就能很快发现 有的房子不符合你的标准 这样就不用浪费时间再去看了 如果房子在电脑上看得还不错 你可以下了班 有时间的时候 就开车去房子周边的街道 转转走走 从外面看一下这个房子 以及周边的街道和邻居的情况 举个例子 如果你看到房子周围的很多邻居 门口的草都不捡 花园都不做维护 很多大型的狗汪汪叫 很有可能房子里住的就是租客 你就可以想想 是不是这样的环境适合你 简言之 就是在open home和经纪人 给你预约看房之前 你提前就可以开始 对房子进行实地考察 买房就是买location 买地理位置 大环境不行 房子再好 后期多多少少都会产生遗憾 关于第二点 房子的产权和政府的地块信息文件 LIM 全名叫 Land Information Memorandum 新西兰上市拍卖的房子 经纪公司都是需要 提供这两份文件给你的 经纪公司会在房子上市前 从政府的网站上购买 并获得最新的产权文件和政府的地块信息 LIM 连同拍卖合同 提供给感兴趣的买房人 因此这些文件 你从经纪人直接要就可以了 有的公司也在网上提供注册下载 不用等到open home的时候再去索取 另外这些文件通常需要你的律师来帮你检查 所以你最好买房前就确定好你要使用的律师 提前和律师建立联系 打好招呼 问清楚如果你的律师要帮你查看这些文件的流程和费用是多少 这样当你看房的时候就能把律师这部分工作的时间也要考虑进去 第三关于房子验房 新西兰的好房子有 但是质量口碑总体来说一般般 那背后有很多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 当你决定在新西兰买房的时候 查验房屋就很有必要 当你有买房的计划的时候 最好尽早能联系一个验房师 和他建立联系 了解他们的费用和在你买房期间他们的档期 这样当你看到有志在必得的想法的房子的时候 就可以联系验房师帮你验房 因为是拍卖或者现期销售 你也不知道房子能不能买到 所以验房这个事情就显得很纠结 因为要花钱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就是在你买房的时候 有些费用你就要预留出来 作为你买房成本的一部分 比如说付给律师帮你查看 房子文件的这些时间的费用 以及对自己特别特别喜欢 志在必得的房子的验房的费用 像在新西兰买验房的费用 一般都是400到500牛币起 所以这部分的话 你最好能事先就预算好 另外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能找一个当地懂行的朋友 首选那些有盖过房子经历的 房子设计师 或者是像木工这样的朋友 这些人天天在行业里摸怕滚打 看房子的眼光一般都比较犀利 应该能够给你提出不少好的意见 第四就是关于资金准备方面 我个人觉得也是提早 和一个口碑比较好的贷款经纪人联系好 通常就是帮你做贷款文件预批的人 提前和他们问清楚 如果你看到一个房子 想触手买的话 需要提前多久 给他们提供哪些文件和资料 才能顺利确保你能够贷款下来 这样你就可以把这部分实践 也同样统筹到你买房的流程中去 所以最后简单总结 就是要解决买房仓促感的问题 最简单的也是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了解买房的整个流程 把有些能做的功课提前就做 不一定什么都要等到 看完openhome后才开始 为了不让这期视频太长 我就先笼统的和你聊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用 就帮我点个赞让我知道了 有哪些问题你还想了解就给我留言吧 最后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